我想所有的流程都是清清楚楚 一開始這個動漫館在2020年就要做 是當時我召開學會會堪 大家都可以調影片出來看 當時我和民進黨的幾個立委到現場去會堪 同時當天的會議紀錄也清清楚楚 我們希望市政府趕快尋找新的適當地理 那一筆錢我們先把它留下來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 所以我們把它做到讓錢可以留在台中 但是2020年到現在兩年多的時間過去 市長就沒有辦法找到適合的場地 所以我相信這種怠惰其實是清楚的 如果市長是我們第一年我就把它剪 不會讓他到兩年多 然後現在還在對這個事情 在那邊互相吵來吵去 我想錢留下來 就是趕快記住的找到場地 那很明顯的是 那兩個場地 租約 一個租約還沒有解決 然後一個呢 這個跟實力取得也還有問題 所以我想事情都是很呆緊的 那我們覺得市府的帶動 市府的這種不積極 所以導致很多的建設都因為這樣而提醒 那這個是我們覺得 這個不可思議的 這個無事情 這個是沒有辦法做事情 但是因為現在的很認真 但是因為來才不會 你看中國大隻 Як威武 你對謝 還好 就是 賞